5G时代应用为先,OPPO双模5G手机12月面世 在运营商公布5G自费的同时 OPPO宣布将在12月全球首发搭载高通双模5G芯片的手机 同时支持SA和NSA网络 据悉,这款手机不单单是一部对未来5G网络全兼容的手机那么简单 在5G、MSA组网方式下 运营商会采用4G5G共用核心网的方式以节省网络投资 这是5G时代初期普及5G基建速度最快,结本最低的方式 但是相比SA方式,其无法支持低延时等5G新特性 OPPO首发的这款高通双模5G手机 采用了高通全新5G移动平台式集成5G功能的系统级芯片 以及SA和NSA组网模式 该平台是高通首个5G集成式移动平台 基于7nm工艺制程打造 拥有强劲的AI人工智能与游戏性能 继承的2代5G基带稳定快速 而且远比目前的外挂5G基带要省电很多 基于此前的积累 相信12月发布的OPPO双模5G手机 将会有着更为完善的5G体验 对此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